MIT高度自主国产化的电动小巴 它也符合支架的车辆 这个是车辆中心跟合伟车辆共同合作开发的 这个电动车整合了国内的一个供应链27加2炒酱 包含三电系统以及ADAS 以及在底盘的转向系统都是国产化 以及这整个车身来讲高度运用铝合金的轻量化材料 可以降低20%的重量 那整个在出路的部分用低底盘的一个设计方便的进出 那在自驾的部分 它这台车不光只是一台自驾车 它可以去执行所谓的对列 在我们7月的张宾的沙尔试验里面 我们这台车跟车辆中心的Winbus做对列 就像内捷运一样 车辆可以同时的起步 低速的时候稍微靠近一些 高速的时候稍微拉远到1.5个车身 那也结合在当地的IGS的这个红绿灯的通讯 我们能够接收它的一个灯号讯息 来让这个车速调控 让整个运行的车队效率 可以提升10% 那我们把这个技术也参加国际的一个竞赛 今年获得2023年 AutoTech Breakthrough Award 其中技术徒高奖里面的自驾解决方案 这个也有相当的一个成果 出品的电话 你用电话